大家好 歡迎收看收聽疫情下的反思 今天我們的嘉賓就是世界蟬養聯合會加拿大的會長 葛可和Rosley Rosley 你好 哈囉 早上 你好 可以進來嗎 對 我聽到了 你好 橫子大師 Rosley 你好 Rosley 我知道你是多面手的 你是少林弟子 也是功夫教練 和一個中醫師 可不可以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好啊 好啊 剛才Grace都叫我恆詞 其實我們有個法號的 就是恆字背 因為我們少林子分有70個背份 我就是第34代 所以就是恆字背 主要是少林子 我在這邊就是宣傳著三療七修 就是三種療法七種修行的方法 所以主要是有神修、武術和醫學 三種療法 嗯 您剛才說那個 剛剛那個什麼修為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因為好像是我第一次聽到 我很好奇 您說的是哪一方面 是少林是這個 少林是中醫 就是少林是中醫 然後還有這個 查養會聯合會一起 您剛才介紹的是三個身份 我覺得這個特別的難得 就是橫跨這麼多身份 是 那你們最基本的那個 這個 怎麼說呢 您的職位 您最開始的時候是哪一個身份呢 其實最開始一接觸的當然是武術 因為從小在香港已經有機會可以接觸武術這一方面 所以一開始當然是武術方面了 然後從武術呢 再發展學醫學的方面 就是我們總說的身心靈嘛 所以把身體調養好 武術方面、醫學方面 然後就開始心靈上的修行 就變成禪修的方面 因為我們少林是在場中的主庭 所以能夠有幸 可以跟少林是裡面學習 所以我非常光榮的事情 那你為什麼會跟少林結束呢? 剛才的Grace問 田中武術醫學三種 其實我哪樣先 當然是武術先 因為自小在香港已經有機會去學 德里媽媽都帶我去學不同種類的功夫 就是中學功夫 還有空手道那些我都有去學習的 小時候 然後我們講了天下武功出少林 那我當然有機會去少林子結緣去學習 那是武術開始的 然後學到一定時候 很好可以結緣 和我的師父 也都是在少林子的監獄 結上這一份很特別的緣分 那變成我師父呢 也都很努力在這裡 教我少林子的醫學 和禪修方面 因為醫學呢 其實少林子很獨特 不是就這樣是單純的中醫 因為我們醫學 我們都明白了 有中國的醫學 有西方的醫學 但是少林子的醫學呢 我們叫做禪醫 其實有一點獨特 就是多了一種元素在上面 譬如很多時候 我們不只是患者和醫生 一個醫患的關係 就是你有病 直接找我去醫 就不只是兩方面 我們還要給一些功課患者 就是為什麼什麼叫功課呢 譬如他有一些不同的修行的方法 變成一個患者不可以 天天都來找我 又不可以一天找我十次 但是他可以在家裡鍛鍊十次 譬如八段錦啊 套納術啊 易根經啊等等 變成他的病情就快很多 所以這個禪醫的層面 我們加多了 我們說三秒七修 其中一個修行就是一個功修 一種不同的 有很多組不同的功法給他去鍛鍊 那這個 您說長衣 就是你會給他教功課 讓他在家裡做 其實是一種功夫嗎 還是一種心理上的修行呢 其實我們講的長衣呢 只有三秒七修 三種療法 和七種修行的方法 包括療法 我們有講禪療 禪療呢可以安他的心 公療可以建他的身體 然後呢那個食療 也可以更加更好的去調節他的身體 修行方面 我們有德修 功修 石修 書香花月等等的修行 所以這些所謂的功療吧 我們講功療很容易理解 功療我們上一次有不同的武功 有龍拳啊虎拳啊 很多不同的種類的拳法 譬如我們說龍拳可以練神 虎拳可以練骨頭 抱拳可以練力 蛇拳練氣 鶴拳練筋等等 去提升他的靜氣身 同時我們還有八段筋啊 殘拳啊 棉拳啊 還有我們都很 我們總看電視都有聽過的 易筋筋 洗水筋等等 來幫他那個生命可以反覆歸真 幫他啟動他身體本來的那個生肌之源 其實好像是有點像 就是身體和心靈都一起在 痠修的感覺 就不是身體健康 也是要他身 就是他的心理上更加健康 達到這個人 人心合一是樣嗎 對我們總講的是身心理三合一 就是三種層面都要照顧到 尤其很多病患已經是長期病患的 他的身體他的情緒也受到一定的影響 所以如果不做那個心理上的治療 他單純治療好身體 然後沒多久他又會復發 因為他的原因的根本 不一定我們幫他根除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他的心理也找小 幫他再做一些治療上的東西 來幫他那個可以有更好的療效 我想問問呢 就說這次那個新冠病毒的疫症 有沒有影響到你 比如說你的高科學校 或者你們中醫診所的那個運作呢 這樣是絕對絕對有的 因為其實我們聽到的消息 差不多是中國新年的期間 其實我們不是最近才開始有那個影響的 我們是之前已經開始有一定的影響 因為那時候剛剛開始爆發 那變成了本來離開的中國人的患者 也都會卻步了 咦 容易有這個問題了 到最後我們整個社區性的問題了 那所以我們的IPAC 不是最近才有 是一直都有 不過我們很好的 就是我們一有那個IPAC的時候 譬如我們的省政府就申請了 74種我們可以繼續營運的行業 是不是 裡面其實包括我們中醫的 因為我們是classified Underworld 叫做 individual health facilities的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繼續去經營的 不過我們就有個存在的人說 我們要注意 例如患者有沒有外遊史 那些家人有沒有 我們都要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不過本身我自己也是 譬如醫學方面 我是加拿大中藥商會的 理事會的理事 那我們的理事會也都很好 立刻會給很多會信的會員 說如果我們繼續經營有些什麼要注意 那其實給了我們一些support 那如果你說功夫方面 那就不在74個essential business的 那裏面的 那包括我們的Wushu Ontario 就是我們在加拿大 沒有前提聯合總會 因為我也是裏面的委員會的聯合主席 那我們的Wushu Ontario 也都是馬上申請出來說 我們要先關閉 就是我們現在暫時要先關閉 可不可以繼續營運 如果營運要怎麼做 譬如中醫方面 現在是繼續營運 但是那個impact 我想那個生意額 是大概剩下30% 而Joseph你都來過我那個中心那裏 就是有一個地方是練功夫的 那邊就全部關閉 因為擺窿我們不可以開 那只是醫學方面 就是我的clinic rooms那裏 還是可以看患者 但是看患者的同時 我們都要注意個人和其他患者的安全健康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戴mask 那我自己戴mask和戴microsoft 來再給予一個additional protection 還有以前我們是一天消毒一次的 就是整個診所 包括我們有個公用的洗手間 那些地方都一天消毒一次 不過現在大概兩個小時就要消毒一次 就是更加密 我們會做的衛生那方面 那你估計會維持多久 你說剛才你說跌了七成生意 最少啊 因為那個impact現在只會越來越大 因為之前 我們不是有個past weekend 有百萬人回來了 在不同國家 而我自己本身都有很多朋友 很多患者 都是那段時間也都回來了 所以那些想再來約我的 我也都不敢約他們 因為他們都要自己自我隔離 所以很多這些因素的隱患 現在是沒有人討施到有多久可以這個疫情影響 不過我們那個管理局 就是我們的安省中醫師及針針救師的管理局 就是那個CTCMPO 其實他們都很好的 就是給了很多support 我們例如會分享很多資訊 信息 我們應該怎麼去做 還有其實他們都很active 叫我們中醫去參與在現在這次疫情 因為譬如之前 Ministry of Health 有一個叫做recruitment recruitment 我們這些health care providers 幫助COVID-19的 而它的對象是所有的health care providers 所以是包括我們中醫在裏面 他們都會鼓勵我們包括active也好 inactive的members都好 有誰想去為COVID-19可以出一分力的 Ministry of Health都主動聯絡我們的管理局 他叫我們的中醫都去幫忙 就是自己可以上網apply 你有沒有apply到 就是幫忙是在哪個層面 哪個方面呢? 它有個表格就是給我們自己填 我們可以幫到什麼 就是我們offer到哪些類型的 因為甚至譬如我們是中醫師 可以由中醫的perspective去幫 whether it's the front line的workers or個case I don't know 因為我們要須這個form 來看Ministry of Health 會不會去accept我們 那你有沒有申請到我們自己? 我自己是沒有申請到的 因為它要require我們很多hours 我自己還在做幾件事 因為現在我沒有申請到的原因 因為我剛才說中醫師 和也是教武術方面 因為武術方面 現在我們不停要轉型 包括醫學都要轉型 就是轉型到網上了 因為現在就要提供一些網上的課程 教武術方面 對 潛收方面 潛收其實現在是一個很好的timing 因為很多人都很tense 很緊張 所以如果用潛收的方法 幫他們放鬆到 都是一個很好的opportunity 所以現在也都網上提供這些課程 八定錦 液根經那些都在做這些 因為之前我會做多些其他的活動 例如你上次都聽過我們有做異診 因為我們有一個加拿大無國界的命運共同體 我們異診方面主要做南美洲多些 我們希望可以去不同的國家 所以現在都是在做一些溝通的工作 我發現現在這個時間 是讓我做很多這些people work 我等於說 您剛才說的那個長雅聯合會 是因為您現在說 可以去其他國家做一些幫助 支援 您剛才說的 就是你現在這個世界長雅聯合會嗎 其實做一整的 我們是另外一個機構 叫做加拿大無國界命運共同體 是另外一個獨立的 我們那個世界長雅聯合會 就是18年吧 18年還是17年 18年我們在少林寺成立的一個會 這在少林寺裡面成立的 然後明天你看到我的名字 就是這些長雅聯合會 括號加拿大 所以我就負責加拿大 這一方面的 但是我也是那邊的女士會的一個成員 就是組會的那一邊 我們這個會主要就是推廣少林文化的 就跟一整 有一整的內容 但是不是單純做一整的 主要就是推廣少林的 就是要做滿華的 少林寺是修女徒弟的嗎?其實 修 世界各地啊 男女的都有修 我們不會 我們說全部是大同的嘛 我們又要大同的和諧 怎麼會這麼discriminate 只是修男不修女呢? 說一下你 我知道你去過少林寺學 就是學法 說一下你那次的經驗 好嗎? 好啊 在少林寺裡面其實很開心的 因為大家都很一家人 和他們認識了這麼多年 一開始去其實 語言障礙是一個問題的 因為香港那天 還有我也沒有真正去學過國語 其實我的國語是看包青天學的那時候 所以國語一開始更加差 又不懂溝通會 鬧出很多笑話 不過他們都給了很多支持我 很多鼓勵 然後去那裡學 他們也很認真地去教 我們很多事情都要參與 和其他一起練功夫的人一起練 不過去少林寺就不是單純練功夫 因為我們剛才說少林寺的三寶 禅修 武術 醫學 因為少林寺也是禅修祖庭 所以我每次去讀 也可以去藥局那裡學一下他們的醫學 和禅修方面 因為其實禅修 我們有五種的派別 其實在禅修裡面 有分曹董中 林濟中 雲門 髮眼 韋陽 每一種不同的系統都有它們的獨立在那裡 而比較有名的就是曹董中和林濟中 現在在世林寺裡面基本上 全部都是曹董正宗的一種中派 就是這個禅修的中派 所以我們這個中派裡面 就有分我剛才一開始提及過 那七十個不同的背份的一個傳承 因為我們從十三世紀開始 已經在曹董中這樣傳下來 所以主持大和尚就是永寺貝 我師父就是炎寺貝 那我就是恆寺貝 35代的 collection 35代 而我下面的徒弟 所以你來見到我的徒弟 學生 就是妙寺貝 那如果我將來有徒先 就是體寺貝 那我們一個個generation 這樣傳承下去 所以很interesting 這個就是功夫方面 這次的疫情 這次的疫情 Grace 你先說 你先說 OK 我想問你 這次的疫情 就令到很多senior過身的 就是說他們針對這些 我想問一下 對於你這個年齡層 比較年輕一輩的話 其實有些什麼打擊 或者有些什麼令你們 有些feeling的想法呢? 其實我們比較幸福在加拿大這裏 暫時我們的疫情 未算好像我們的鄰國那麼嚴重 我們的impact 其實現在大部分人 都是emotional的一種壓力 因為大家 我自己開一個生意出來 我都起碼跌了70 If not more 那如果有些上班 就直接停了 所以大家經濟上一定有壓力 不過幸好我們政府 每天都要宣布 怎麼報EI那些事情 但是如果用中醫的層面來看 其實有些preventive的事情 可以幫到他們 就是大家 比如剛才說 如果emotion很tension 就是精神壓力大 我們可以透過旋修來幫他們 讓他們舒緩了 和自己放鬆 因為你一緊張的時候 其實我們中醫也都說 有七情五致是影響身體的 就是有那種七種不同的情緒 包括是喜怒 憂思 悲恐驚 每一種都是傷到的情緒 而憂思 就是想得很多很憂心 其實是傷疲緯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 突然間多了一些患者 就是會是疲緯 開始出問題的人 因為他們是很擔心 很多tension 大家又擔心經濟方面 又要擔心家人 出去買東西又要存款武裝 看看會不會影響到家人的情況 所以大家都會情緒方面緊張 所以我們會搞多些動作 例如我現在都在搞一些動作 例如八重感 我們的動作是疲緯的 液晶晶也有 變成做這些這些 讓大家的身體容易好些 還有中藥方面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幫助這個疫情的 例如我們中國那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之前也都送了很多藥給香港 我想你們都aware的 他們送了好像五千盒兩種藥 一種是蓮花清溫膠囊 就是現在這個瘟疫的瘟 就是蓮花清溫膠囊和霍香正氣片 本來送了五百盒來給香港 因為這兩個成日 我不是建議大家一定吃 因為是有出現一些特定的症狀 才去吃這些藥的 那這些就是可以幫助 現在面對我們的新冠肺炎 因為中國做了這麼多個案例 他們都有很多statistics 去證明到這兩種藥是特別有幫助 尤其是對於在醫學的觀察期裡面 這兩種藥會很好用 不過這兩種藥都是對應不同的症狀 譬如霍香正的影片 是對應會武力 就是我們所說的佛力 或者一個腸胃 不息的時候就適用的 因為它本身裡面的藥的成罰 是可以解表發濕 理氣和中那些 用於在愛感風寒方面 內傷濕滯在裡面 頭痛分重 嘔吐舌射 就是一種胃腸簾的感冒 就是火香正的影片可以用的 但是另外一種 就是蓮花清溫的膠狼 九星空提到佛力 但是佛力之餘 還是有發熱的 所以這個情況 我們有時要對應的症狀 就是現在很概括地說 當然到我們真正變症論治的時候 看得更加仔細 所以我們有些中藥是可以證明到 說是有幫助 例如現在我們經常看新聞 中藍三教授都提到 因為很多病 就是現在這個新冠狀病毒 是已經去到這個細胞的水平 而我們吃這些藥 尤其是蓮花清溫 可以有抗這個病毒 抗炎的一個效果 其實不過沒有病徵的人 是不建議服用的 就是有病徵 譬如有普通流感 輕盈感冒那些 如果症狀對得對 因為我們總一定要講 變症文字的話 所以是可以起到一個效果 這些其實很多不同的行動 我們都可以配合到 去幫助有些人 因為甚至現在我們 同一個世界地球邨 所以我也有很多朋友 比如在意大利 在法國 那些地方 西班牙那些地方 他們有時候會 我們大家聯絡網上 我們都會給一些建議 因為有些什麼好啊 練習什麼好啊 練習什麼好啊 來等他們的分體 可以增強免疫力 有沒有講得太多了 沒有沒有 很清楚 謝謝 謝謝 您剛才說的 您剛才說的 那個蓮花 清溫膠囊 還有那個 金花 清感 顆粒吧 好像是說現在 對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我沒有聽過 我不知道 這是第一次聽您說 原來也是有用的 其實這個是 中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提出來了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證據去 因為他們有很多數據嘛 他們是第一個地方 很大型的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他們有一定的數據去支持這些東西 然後他們就選擇把這兩種藥捐給香港 所以也有一定的特效 就是臨床已經就是有做一些試驗 就是確定這些中程藥是有用的 對對對 尤其在醫學的觀察 其實就比較明顯有點有作用 所以但是這些我剛才已經不斷地重複說 有病徵的人才可以考慮 而且還要問一下中醫 因為我們總說的必須要辯證論治 因為同一個人感冒 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因素 我們就沒有指定的一種藥 所以必須要找一位中醫師 去幫他辯證論治 來看他的症型到底是什麼 而且怎麼樣的一個治療方法 這樣子才是最安全的 因為中醫會說就是辯脈 就是拼脈 然後再去辯每個人體質 會根據人的體質 然後再去改變這個藥的處方 對吧 對 嚴格來講我們是八綱辯證 究竟是什麼問題來選擇怎麼樣的療程 對他最有效 就不是 所以我們當時是耗脈 其實我們耗脈是在幹嘛的呢 我們總想我們有四種嘛 望聞問切 其實我們就是要歸納成那個八綱 八綱去變它的症狀 到底是什麼 因爺有症狀的有劣絲 對 好 所以中醫很好玩 那最後我想問問 就是這次這個疫情的新冠病毒 搞到全世界都糟糕亂了 那你覺得通過這個 你會不會有些inspiration 有些什麼反思 有些什麼得著呢 其實這個反思會是風色 真是一個很重要的 珍惜是包括和所有人的相聚 因爲現在我們都知道太多無常了 其實我們的無常是正常 因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個無常 但是如果我們很珍惜大家的相處 珍惜我們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經常跟很多患者講 有很多問題其實只要一感恩 真是這兩顆字一感恩一出來 很多事情都變成了沒有了一種憤怒在那裡 沒有了一種憎恨心在那裡 因爲有很多事情要發生的 既然發生了 怎麽去處理呢 還有我們有沒有再 不是發生了之後才會後悔 爲什麽我沒有怎麽做 爲什麽我沒有陪她多些 爲什麽我沒有怎麽做 而是平時已經做了 那爲什麽到時候我們沒有什麼後悔 沒有什麼 regret 還有現在這個事情 其實發生了這個疫情之後 我們覺得是更加團結了 人與人之間 因爲之前譬如中國爆發疫情 我們也會在這邊 我都有一份幫忙 一起去找些人資 去幫忙寄過去 因爲開頭我們是不知道 會這樣一個世界性 這麽大的影響 所以我會覺得 哪裏需要 我們就去哪裏幫 就好像疑診的概念那樣 然後後來意大利爆發 我們也捐一些去意大利 就是在不同國家 sourced一些 來捐去意大利又有 到現在我們這邊 我們中國也有些朋友說 我們現在開始 可以再上班了 因爲之前他們不是放過 新年假的 什麼春節的 所以他們就不能上班 那現在很多事情 封閉了 那他們又可以 我們現在又說可以 又捐出來 所以其實人與人之間 我們更加覺得 真是人類的命運共同體 沒有說我可以獨善其身 因爲我們現在受影響 除了個人生命 國家層面 經濟 各樣是 就是經濟 食物鏈 供應各樣各樣 都是一個全球性的一個問題 所以大家如果有現在這一種愛心 去大家一起這樣幫大家 很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 那其實就會很欠人 謝謝 好 多謝 歸石有沒有問題呢 你那裏 OK 我覺得就是因爲那個 橫茨大師他 我覺得他真的是 把中醫、禪修、武術 這三個方面 就是很多很全面的 可以幫助增加身體 理育力 然後又可以 就是自己 自己本身的一個 心靈的一個修護 然後對看這個 新冠病毒 我覺得是 給了我們很多有用的資料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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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平安健康 希望疫情盡快過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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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OK 拜拜 謝謝